我們來看一下這些免費之類的 你可以直接點開這個 你們的畫面會跟我一點點不一樣 你們的應該是這個數字 應該是在中間這一列這邊 那其實 應該是 沒同啦 那你點開就會看到 那首先呢 第一個 因為我們要盡量介紹免費的 所以各位我先問一下 各位對這個所謂的創用CC有沒有了解 創作跟使用 因為我們現在智慧財產權很重要嘛 你不小心踩到地點 那智慧財產權不只是只有圖像 文章音樂 反正影片那些都算 所以說其實 你可以去找找 那你點這個呢 這個網址這樣就可以打開 進來之後呢是我在學校的那個介紹文章 首先你可以看到就是我們 這裡有一個就是台灣創用CC的官方網站 教育部也有一個 那我建議你可以先從第一個 先連過去 你連過去之後呢 你就會知道說 什麼叫做創用CC 好創用CC 因為其實如果說 你要使用一個圖像 不管它或是一段文字呀 音樂好 你就要問一下那個 創作者 可不可以授權 你累不累 如果你今天是創作者 每天有人來問你 可不可以授權 供我使用 這樣你也很煩嘛 所以呢 我們這邊呢 我們這邊呢 就是要針對這一塊呢 你會看到 它有做解釋 那有看到 現在大家都喜歡用懶人包嘛 這裡也有懶人包 所以呢你可以點進去 看一下 什麼叫創用CC 那最簡單 它也要做一個動畫 其實呢 我們創用CC就是由這四個組成起來的 所以你會在一些文章上面 有些有圖 有些是直接就是創用CC的那個 圖式 所以一般來講 用圖式是最方便的 有沒有 所以 有些網站它有特別標示出來說 我的創用CC的授權方式 是使用哪一種 那一般來講我們最喜歡的就是 第一種 因為第一種的 圖越少越好 圖越少越好 為什麼 你只要姓名標示就好 標示說 這個 素材 是來自哪裡 那你可以做什麼 可以做所謂的 重置散佈 也就是你可以重新編輯 你可以散佈 甚至怎麼樣 包括商業性使用 有沒有 好這樣的話 我們在使用就相對方便 那另外呢 如果 有一個 像這樣子 告訴你 不好意思 這不能看幾個 有沒有 那這樣就是說 你個人使用沒有關係 或者是你這樣學術上的使用 你的做報告 那些OK 反正不是屬於商業性行為的 這個可以 那另外呢 還有像這一種的 像這一種 你還要怎麼樣 用相同方式分享出來 有時候 變成一個公共 資產的方式 那你就 改完了之後 你還可以怎麼樣 這樣相同方式 把它分享出來 所以這個 穿用CC 是比較方便各位呢 去做所謂的 了解 主要是 這幾種 那 除了這一種以外呢 現在還有一種 還有一種比較特殊的 叫做什麼 公眾領域 公眾領域的 事實上這一種會更方便 為什麼 因為剛剛你還在標示一下 好像我們寫報告 寫論文有沒有 你要標示一下那個出處 公眾領域就是你只要是人就可以用 你不要用就不是人就好了 哈哈 這個叫公眾領域 所以我們在這個裡面有另外一個 一個叫做什麼 CC0 有沒有看到 這個後面是0 CC0 所以你如果是這一種的 你看公眾領域的 我們點進來 這邊呢 你連標示都不用 就直接拿了就走 好就拿了就走 所以 這個最單純 好 最單純 那我們在這邊呢 有幫科準備幾個 就是跟這個CC0相關的 比如說你從這邊進來 這裡 事實上現在有幾個收訊 是專門在找這種 CC0的圖庫的 所以你進去之後呢 這裡有一個 有沒有 公眾的宣言 像這樣子 那我看一下 這裡 把它連結到那邊去 就好了 這個 直接 我把它在新的視窗打開 它主要呢 像這個收訊引擎 這在台灣 主要 找的呢 就是這幾個網站的 好這幾個網站的 那 你只要把關鍵字進去 就可以找到 就可以找到 比如說我們最單純的 像這樣 一找 那這些呢 你都可以直接取用 不用著名來源 這樣是最方便的 好這個是 第一個就是說 因為你要做影像的 一個處理 海報啊 DM啊 那些都一樣 照片 影片 都相同 你的素材 除了你自己拍的以外 多多少少 我們會需要一些 來自 其他外面的這些素材 你就盡量找 這方面的 應該會 減少 各位就是 碰到一些 那個 著作權的 一些問題 那 另外呢 有了這些 這幾個 創油漆漆的這些概念之後 我們就可以 真的來找看看 到底 網路上還有哪些的什麼 這些免費的素材 其實我只列出一部分 只列出一部分 是在網路上 你可以找到很多 可以找到很多 但是我盡量都找那個 完全免費的給你 這樣比較好 OK 那我們來看 往下走 你看一下這邊 像這裡有介紹一個 幾個向量圖庫 有沒有 所以我才說 有的同學 如果你已經 很有基礎的 你聽完第一個 就可以走了 因為 這裡面 你看一下 這裡他雖然是介紹五個 我們找第一個 給你看看好了 完全是免費 因為向量的圖檔 免費的比較少 一般大部分都是點證的 知道向量跟點證差在哪裡吧 好 那我們看一下 比如說像這個 我們把它打開 實際上這個網站 不是只有 不是只有 向量的 他也有點證的 那麼 比較重要的是說 他除了 你看這邊 這裡有告訴你 有沒有發現可以 Person 跟Commercial Use 對不對 所以個人 商業鏡使用都可以 那 當然你還是要看一下 他的授權方法 有的是要 大部分會要求你說 註明一下 什麼 那個來源 你是從哪裡找到的 比如說 我們現在看到這個 Family Date 如果你喜歡的 你就可以把它點一下 把它 下載下來 就可以點下去 下載下來 那他這個呢 連登錄帳號都不用 點下去 Free Download 然後 有 是不是就直接下來了 對不對 就不用再註冊帳號 這樣不是很麻煩嗎 我們 我相信大家應該沒有很多人喜歡註冊帳號的吧 對不對 我們就希望說像這一種的 恩 不要問太多 我只是想要拿回家而已 就這樣 那所以剛剛那個網站呢 你可以去找 那麼他上面的這些檔案 他上面這些檔案的話呢 有 AI的 有EPS的 SVG 這些格式各位有知道嗎 這些都是屬於向量的格式 那 其中AI呢 剛好就是 各位剛剛比較熟悉 Ida Trade的檔案 好那EPS其實也是 也是向量的 那SVG比較特殊了 因為我們現在的瀏覽器都支援到什麼 HTML5 對不對 所以HTML5以後 SVG變成網頁上標準的向量格式 早期我相信大家比較有印象 叫做Flash 但是各位應該知道現在Flash怎麼樣 蛤 老病不死 只會凋零 因為現在很明顯的Flash 至少行動裝置是不行的 行動裝置上 現在是看不到他了 只在PC上看得到 所以呢 如果說你要一些向量格式 你就可以用這樣 那向量最大好處就是放大縮小不四針 那麼我們在幫各位準備了這個 向量的軟體裡面呢 有一個叫做Ink Square 有一個 好在這邊 這裡有一個向量的編輯 那我想呢 我們並不是要用它來取代以達水的 只是方便各位 如果說像剛剛你拿到了 拿到的那一些 有沒有像這樣的一些向量的圖 圖檔啊 你可以在裡面把它 拿出來 轉成你要的格式 所以我們只是幫它過水一下而已 幫它過水一下 希望 因為有些時候 你也許 怎麼樣 這整張圖 也許你只喜歡這些人嘛 對不對 你其他不喜歡 那沒關係 你就進去那個軟體裡面 把你要的部分 元素拿出來用就好了 所以這樣會比較方便 各位用 好 那這是第一個 那當然我剛剛講的 它這上面其實也不只是什麼 只有向量的 這網站上還有點證的 點證的 PSD的 Poto 這些都是點證的 好那PSD呢 就是我們剛剛各位有看過的 FlowShop 各位最多人用的 它會連塗層都幫你留著 所以 如果你今天不想要免費軟體 你本身已經就有這些 所謂商業的軟體 那這是最方便的 因為你就直接拿了就走 它幫你塗層都留著的話 是不是很方便 對不對 那我們現場 其實有一個 就是有提供一個小軟體 不過呢 那個軟體的話 在我們現在這邊 可能沒辦法執行 那個叫做 最接近PotoShop的一個 軟體 這個小軟體 Krita 它算是 目前最接近PotoShop的一個軟體 而且它是一個 Open Source的 就是完全免費的 所以如果你會PotoShop 你會發現 它的界面看起來好熟悉喔 跟PotoShop非常的接近 非常的接近 所以這個是說 如果你真的 我曾經用過PotoShop 那你也想要找到比較接近的軟體 那麼 這個應該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不錯的選擇 當然 現在業界裡面完全 能夠取代PotoShop 跟PotoShop 基本上 在銀杆處理室完全沒有 只是說接近度比較高的 所以 我們盡量幫各位找 找幾個 像向量的剛剛是這個 那 這裡呢 這個是屬於PotoShop的部分 所以你可以發現說 如果像這個 假設你想要做類似像這樣子的一個 效果 我就直接把它點進去 一樣把它下載下來 不過呢 一般來講 PSD檔案通常會比較大一點點 好像比較大 你看它這個大概多少 4.4MB多 4MB多 所以 你下載的時候 可能 看我們這邊的網路速度 也許會比較慢一點點 好像比較慢一點 這樣 介紹完了 這個 應該就沒問題了吧 其實下面還有好幾個 都是雷桶的 那 你可以從這邊 從旁邊這邊 直接切換到其他的 其他的 或者是你回到這一頁之後 再這邊點 也可以 那另外呢 還有這兩個也是很多 也是很多 就是所謂的 像這樣 完全免費的 好完全免費的 那你 只要 找到這些網站之後 你會發現 哇好快喔 一下子 好像也不用做太多事情 你唯一要做的是什麼事情 拿下來改成你的文字 就好 這樣有沒有簡單 對不對 所以其實 你要不要擔心說 好像 你要做DM 要做海報 找不到什麼素材 其實那應該不用 而且速度會快很多 事實上 各位除了平常做DM 做海報 其實還有一個 各位應該最常用到的 叫做做簡報 大家做簡報的機會有沒有 比做海報做DM多 有 那你們 簡報裡面的那些圖檔 你就去哪裡找 每次都用那一件的那幾個 你用的不會覺得難過嗎 哈哈 因為人家一看 這個 POWPOINT做的 就是用哪一個 我也曾經用過 這樣雖然有比較 感覺起來比較有熟悉感 但是 覺得好像比較沒有創新 對不對 所以你就可以去找找這些 這樣你了解了嗎 OK 所以我們 把這些 免費的這些資源呢 先簡單的跟各位稍微做個介紹 那 最後呢 還有一個 一定要會的 就是這個 因為 我們軟體也好 或我們剛剛有提到 雲端也有一些所謂的 去背的服務 但是你喜不喜歡去背 對岸稱作 抠圖 因為我們最近有上那個 我們學校有那個 對就是大陸的 同學他們是整班 遺地訓練 就整班到台灣 來上課 這樣上一年的 他們 跟他們上課的時候就會需要 用一些 對岸的名詞 好 你要做去背 其實如果說是我們每一張都要自己做 其實有點累 那我們可以看看 你要會找這兩個關鍵字就可以了 PNG跟SVG SVG我們剛解釋過的是標準的相當圖檔 另外你看 PNG呢 是點陣 那我們可以找一下 比如說我今天 我到Google這邊來 好 我就進入圖片這邊 好 那 你想看看 平常如果說 比如說你要找人的啦 或者樹的啦 比如說找Tree 你如果這樣一找 一堆對不對 可是呢 你很明顯可以看到 其實像這個就是沒有去背的 你得自己來 對不對 但是呢 你可以找找看 我今天把關鍵字 再多加一個 PNG 多加一個 PNG 有沒有發現 好像比較乾淨一點 有沒有注意到不太一樣 反正我們關鍵字可以查兩個三個以上嘛 對不對 同時查 那 重點是你要點進去 來 點了之後你稍微讓下面這個 有沒有看到下面有一條霸在跑 對不對 這表示他在樓頂中 你先稍等一下下 稍等一下等他把這張圖下載完 那如果說他的背景顏色 有變成就是 類似像那個 賽車格這樣一格一格的 有沒有 賽車的那個旗子這樣一格一格的 那就恭喜你 你已經找到的是什麼 就是 屬於區背好的 屬於區背好的 這個 有點慢 如果你 不想在這邊等 你也可以直接查看圖片啦 好 但是你點過去的話 他這邊是直接看不出來 你必須要在軟體裡面打開 才看得出來 好看得出來 那一般來講標準的 在我們的那個流氧器上面 應該就可以看到 會有一些不同 我可能找 這一張 我看一下其他張 這一張這樣看不出來 有 請問 有沒有發現這一張看起來不一樣 背景有沒有不一樣 對不對 你們看得出來嗎 我上面這裡看得出來 有沒有 背景不一樣 所以這一張呢 你就可以把它存下來 但是要記得一件事情 如果你是拿到Office 直接Copy可以 但是如果你是拿到 比如說我可能是其他軟體 比如Photoshop裡面 請不要直接按右鍵 就複製喔 因為Windows內建的剪貼布 只對Office比較好 你如果直接這樣複製拿過去 他 會自動忽略掉透明 所以你就可能會是 白色背景或黑色背景 這樣清楚了 所以 建議各位你就是直接把它 儲存下來 儲存下來之後再拿過去 那比如說我放在我的桌面上 那我 在我桌面上這邊我把它打開 有沒有把它丟到這邊 有沒有看到 透明的 對不對 那 這樣子呢 如果你有其他圖 就可以合在一起 當然你拿到剪包裡面 自然也就是透明的 就可以跟你的 剪包的背景 是不是就可以融合在一起 還是你比較喜歡去背 我覺得去背是一件很有趣的事 然後你就慢慢玩 所以你會發現說 有沒有發現我們會找關鍵字 好像可以幫你省不少時間 其實當然如果你希望你找到的是屬於 又是 屬於 就是比較沒有版權爭議的 我們在更多裡面 搜尋工具裡面 你可以在這邊使用全線 各位有沒有注意過Google這個功能 沒有 其實Yahoo也有提供 Yahoo最早提供 但是後來Google也加進來 也就是說你如果 選擇我是屬於可以非商業性使用的 那這些就相對 先幫你做一些過濾 這樣你了解了 那麼我剛剛找的是PNG 你看看 一樣的關鍵字 如果我找的是SVG 我們看看結果有沒有相同 有沒有發現看到的好像不太一樣 我先不要過濾 一樣都是數 有沒有發現看到不一樣 因為SVG 一般我們講的向量 就比較接近像我們講的卡通 卡通的那種就是 比較屬於色塊式的 所以你會發現你找到就是比較 不是那種照片式的那種 結果 這樣了解了 點進去一樣的 就是 了解一下 當然我剛剛有提過 就是如果萬一你這樣從這邊 看不出來 他到底有沒有透明 可能就是 你要拿到軟體裡面去 實際試看看 實際試看看 這樣就會比較清楚 OK 好 那我就把畫面先還給您喔 您可以先找找我們剛剛提到的那幾個網站 你會發現其實上面 現在提供的這些所謂的什麼 範本真的好多好多 真的好多 所以 我們 只要有四道軟體 你打開之後 那些圖診他都幫你留著 如果你找的是PSD AI 這種 原始格式的話 那就很單純 你只要會改就好了 結束 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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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兩 谢谢观看